大家好 欢迎大家订阅关注新闻看点 我是李沐阳 川习会刚刚在阿根廷结束 参加会晤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又去了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 会议期间他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 如果莫斯科方面继续违约 华盛顿将不再自我克制 60天后退出中程导弹条约 在昨天就是12月4日的北约外长会议上 蓬佩奥强调责任在俄罗斯 他们必须做出必要的改变 只有他们才能拯救这项条约 他说如果俄罗斯未能在60天内满足美国的要求 美国将会暂停履行条约中规定的义务 随后美国将会与欧洲以及其他地方 处在导弹威胁下的盟友密切合作 设计出一个切实有效的安全架构 蓬佩奥的这番话 金融时报认为可能是为美国开发新式武器做好了铺垫 美国的说法得到了北约成员国的支持 29国外长们认定俄罗斯实际上违反了中导条约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对中导条约将要消亡感到很遗憾 不过他也指出 俄罗斯的行为让西方的盟国已经别无选择 他呼吁避免出现新的军备竞赛 要做出有分寸和深思熟虑的回应 这是很严重的事情 需要分析每一步的后果 对于美方和北约的指控 俄罗斯方面随后进行了否认 俄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回应说 俄罗斯严格遵守着这个条约的规定 并且表示美国如果退出中导条约 不利于全球安全 大家知道在10月20号 美国总统川普也曾经表示 俄方多年来没有遵守约定 所以美方准备退出中导条约 不过当时川普并没有给出时间 而这次蓬佩奥是很明确的表示60天 这是美国第一次提出 退出中导条约的时间限制 蓬佩奥的通牒是针对俄罗斯 但俄罗斯的反应我们看并不强硬 政论家陈破空注意到蓬佩奥的另一段话 中共、伊朗和朝鲜都不是中导条约的签约国 他们可以自由的制造所有想要的中程导弹 美国曾经三次通过外交努力 尝试扩大这个条约的适用范围 但都没有成功 陈破空认为 美俄之间已经不存在军备竞赛了 一是俄罗斯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二是没有必要 而中共有这样的实力 又是一党专政可以搞先军政策 所以今天的军备竞赛 陈破空认为是在美中之间 俄罗斯也乐意看到这一点 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李约翰也认为 中共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的发展导弹 是比俄罗斯更迫切的威胁 这也就是说 美国可能是相装武剑 意在佩工 敲打俄罗斯违约的同时 更主要的目的是 对抗中共 虽然俄罗斯也在一直违反协议 但是美俄之间还有达成一项新协议的可能性 而中共则不同 它不是签约国 不受任何的限制 可以任意发展中程核导弹 川普在表示要退出条约时曾经暗示 如果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他可能很快就允许五角大楼放手对抗中共的导弹研发 随后国会山报也在文章中指出 美国要退出的真实原因与中共不断上升的军事力量有一定的关系 美国要抵制中共在亚洲的影响 文中指出 中共正在建造新一代地基导弹 直接针对的是美国以及亚太盟国的基地和海军舰艇 在今年的三月份 美国前亚太司令哈里斯也曾经告诉参议院 美国没有可以威胁中共的陆基导弹能力 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 美国在僵守着中导条纹 而陈破空则更是认为 中共已经是最大的中程导弹拥有国了 他引用维基姐妹的资料说 在中国的四川和汉中地区 地下隧道绵延成百上千公里 里面埋着核弹头 数字难以估计 这就是说 美国受到中导条约的限制 导致了美中军力严重失衡 现在无法应对中共的威胁 那如果退出中导条约 前五角大楼官员布鲁门萨认为 美国有可能在关岛和日本等地 安装更容易隐蔽的 道路移动式的常规导弹 这样做 可能迫使北京陷入昂贵的军备竞赛 迫使中共花费更多资金 用在导弹防御上 半个月前 曾经敦促北京加入中导条约的 斯托尔滕贝格也认为 中共在大举投资研发新的现代武器 包括新导弹 他说我们支持扩大这项条约 这样中共也会受限制 国际问题专家唐浩认为 美国退出中导条约 恰好弥补了中程导弹这一块战略短板 等于是打开了中共的地狱之门 他说川普政府准备退出中导条约 并不是因为好战 而是为了制衡中共 唐浩指出 陈旧有漏的国际秩序 让不守诚信不讲道义的中共钻了空子 导致对全球的安全都带来了巨大威胁 现在川普政府决心要改变这种局面 抛下那些不合时宜的束缚 修补国际规则的漏洞 不再让中共有空可钻 感谢您关注新闻看点 再会